各位早晨,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蔡振榮 今天風勢繼續未若隔 日間是酷熱乾燥 但各部地區會有驟雨 一齊看看外面最新的氣溫 今早的氣溫都介乎在26至30度 而大範圍的衛星雲圖上我們可以見到 現時在香港附近的雲量不算是十分之多 但要留意的是 從最新的雷達圖像也可以顯示到 在我們的北邊有一些黃綠綠的雨區 正是向南移動 而在今早稍後有機會會影響到我們 大家出門口就要留意天氣變化 而今天的最新的天氣預測是 部份時間有陽光、有煙霞和有幾陣的趙雨 日間是酷熱 最高氣溫會上回到34度 稍後各部地區會有雷暴 風方面是吹輕微至和緩的偏西風 提提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仍然生效 大家一定要繼續注意防暑 而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情況 我們可以看看電腦預測的風場預報 預料明天風勢仍然未弱 到星期二一股清淨的偏東氣流 就會影響我們 在清淨的偏東氣流影響之下 我們的氣溫會稍為下降 所以展望方面預料明天仍然酷熱 但局部地區會有趙雨 到星期二至星期四風勢會比較大 氣溫會稍為下降 亦會有一兩陣的趙雨 好了 今早早的天氣就說到這裏 再見